南方室友来东北上学的第一天 哎哟华哥你皮肤保养的好好哎 好啥呀麻辣呀 笔面刷刷的喇叭 对对对 打开百度翻译 一个月后 喂华哥一会我们去吃点烧烤啊 哎呀真别扭 来给我重说来用东北话啊 我告诉你三月之内东北话必须过滚 一会咱几个都串子去啊 哎呀得劲儿走吧 三个月后 哎我去了外面的第一次流华 卡一样不擦我跨着我都干嘴儿嘴儿的 对吧 我是你儿子 你听不懂 你呆啊 终于等到了饭店 干饭能干饭时间 第一个冲上饭店 啥也不干 人家就知道骑那破木马 我看你是废了 爸爸 世界上真的有不死军团吗 哈哈傻孩子 那只是个传说 快去睡觉吧 哦好吧 别人的老师出考试题 这回请问我们是给孩子们出题出简单点吧 都考过分 对然后不加过好年是吗 你的老师出考试题 我都爱死你嘛 不要你们一个也写不上 朱老师你拿住他 我给我他 这一天我都不会 我都会救出他 救出他 救出他 救出你嘛 今天起床感觉有点感冒了 去医院看看吧 医生医生 我有点流鼻涕 你知道我是哪里出问题 就在昨天 轩哥在医院碰到了海默 海默看着轩哥 发出了嘎嘎嘎的笑声 然后对轩哥做了全面的检查 是一个缺氧症的感染症 今天是个缺氧症的感染症 难知 是一个缺氧症的感染症 太阳了 昨天是把病毒疑 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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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症